嗨 大家好 我是急速汉语陆徐峰 上一课我们说了汉语有很强的音乐性 有人说上节课没有划重点了 好吧 我错了 这里补上 汉语喜欢双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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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别不以为然 其实这个特点非常重要 我们以后会有进一步的说明 这节课我们介绍第三个特点 汉语的表达方式很灵活 举个例子 辣不怕 怕不辣 不怕辣 同样的三个字形成三种不同组合 以此大体相同 可是又有些微妙的区别 而这三个字还可以有另外三种组合 怕辣不 辣怕不 不辣怕 除了最后一个不辣怕极少出现 但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出现 其他两个组合又表示了完全不同的意思 到底中国人的大脑是如何将这些字组合起来 形成有意义的概念呢? 这其中的奥妙很难通过语法来进行系统性的解释 汉语中还会常常使用各种典故 例如周公 雀桥 月老 红娘 对于汉语学习者来说 即便字面意思能理解 如果不知道其背后的故事 还是无法明白对方表达的意思 而且汉语中还会刻意避讳某些字或词 以前皇帝的名字就是绝对的禁忌 对于官员也往往不称其名 而是用字 号 官位 甚至出生地来指代 这就是在阅读古文时最困扰读者的问题 往往看了半天都不知道说的是谁 再一方面 中国人说话喜欢含蓄内敛 而不能直白入谷 要避免一些大家认为是不好的词语 例如 大家都很少在口语表达中直接说死这个字 而常常会用去世 过身 走了 咽气 撬辫子 见马克思等等说法 而汉语最耐人琢磨的 就是其层出不穷的隐身意 特别是在现代网络大幅度提升了信息传播速度 这种词译的变化更是让人目不暇接 好了 这个话题就此打住 我们看起个例子 现在大家听到老司机这个词的时候 有多少人觉得我说的是驾驶员 听到小强 有多少人认为是个人名 听到祥 脑海里首先浮现出的是什么 这种词译的变化和之前说的典故还有不同 典故一般历史年代比较久远 可以说只要是中国土著就驾驭呼啸 而这些网络隐身词 可能只流行于一部分人群之中 甚至很多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有谁知道祥代表大变是怎么来的吗 其实汉语词译演变有很多种渠道 而最常见的三种就是音形译 现在网上连载小说越来越多的词被和谐 比方说赤裸裸就属于此类 那怎么办 当我要说你这是赤裸裸的挑衅时 赤裸裸同学就闪亮登场了 这样的音变丝毫不会影响我们对巨异的理解 也有的人会用赤裸裸来代替 可见形变也毫无问题 甚至说成光溜溜 大家同样可以迅速理解我要说的意思 汉语还有一个大杀器就是语气和语境 不同场合不同语气不同的停顿 同样的一句话可以表示完全不同的意思 比如爱上一个人这么简单的五个字 可以解释出完全不同的四个意思 甚至能代表人生不同年龄段的心路体验 这在老外看来 甚至该属于玄学的境界了 总结一下 汉语不能仅从字面上去理解 汉语不能仅从字面上理解 汉语不能仅从字面上理解 虽然是重点 但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废话 不过请注意 你们将来要教的学生他们并不知道 表音语言的特点 决定了他们的表述是直白的 某几个音节代表什么意思 基本是固定的 虽然偶有变化 但也绝不像汉语这么天马行空 这次换一张仰眼的背景图 这是在马尔代夫豪沃达岛拍摄的 因为是180度的全景模式 所以看起来像个海湾 其实前面是清澈见地 一望无垠的大海了 好了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 欢迎给我留言 我们下次课再见